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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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女士是被他杀无遗 尸体的旁边有一个坡道 坡道上也有多处血迹 坡道在往上是一条公路的人行道 人行道上也有血迹 警方判断受害人应该是从那里开始被追杀 一直到下面的这条小路 一个滚动的过程 还有一些草丛啊 一些树木啊都会折断 而且死者呢 它是少是抓着一些草的 这起命案引起了曲静市和麒麟区两极警方的重视 不仅因为它发生在主城区的繁华地段 更因为案发现场向西不到50米远的地方 就是曲静市的一所重点中学 麒麟区五中 晚自习后 上千名学生将会从这里经过 因为确实离学校离得太近 如果案件不破 也难说会针对到我们的学生 针对到我们的未成年人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在城市的繁华地段 又是重点中学的门前发生了命案 一时间呢 恐惧伴随着各种猜测和传言在周边蔓延开来 遇害的人是谁 又是什么人干的呢 受害人的体包 以及里面的很多物品都沾染了血迹 在一个体包里 警方发现了一个钱包 里面没有现金 只有几张银行卡 还有一张身份证 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刘俊宏 42岁 本是麒麟屈人 经过辨认 死者就是他本人 警方很快联系上了他的姐姐 要出事的头一天 他去安静 他说 这个人家我还做不了 我还给他买点领栽培 他要点领栽培 所以他还要等他买点领栽培 刘俊宏 刘俊宏遇害的消息 对他的亲人来说 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42岁的刘俊宏 很多年前就离婚了 儿子在读高中 刘俊宏在一个商场做销售 下午则在姐姐开着茶馆帮忙 他遇害地点 就离姐姐的茶馆不远 刘俊宏的姐姐回忆 事发那天晚上茶馆的人不多 大概19点30分 妹妹刘俊宏便离开了茶馆 茶馆门前这条小路 是刘俊宏每天晚上回家的必经之路 走出小路就是宽阔的公路 冬季的晚上路上行人已经很少 从茶馆步行到案发现场 大概六七分钟的时间 再走上两三分钟 妹妹就可以走到公交车站 坐车回家了 受害人刘俊宏每天晚上的 回家时间和路线都很固定 警方首先分析 刘俊宏会不会是跟谁有仇 被人谋杀了呢 在他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 然后对他是以不发的侵害 警方调查走访后得知 刘俊宏离婚后和前夫很少来往 现在有个男朋友 两个人感情稳定 没听说有什么矛盾 最近几年也没有听说 刘俊宏和他人结怨 离婚性格比较刚烈 或多或少的能跟他人呢 都有点矛盾 但是通过调查手法呢 他这个矛盾呢 不足以 就是说是要了他们命 排除了刘俊宏因情仇和经济纠纷被人谋害的可能 剩下的就是最后一种可能了 就是屠材 屠材以后建台起义以后 这个针对单身女性 实施的一个抢劫杀人案件 结合现场勘查 警方认定 这是一起抢劫引发的杀人案 刘俊宏被抢了多少财物呢 刘俊宏的手机还在 银行卡也在钱包里 唯独少了现金 经过仔细的回忆 刘俊宏的姐姐说 妹妹钱包里应该装有将近四千元的现金 那是妹妹最近领的工资 加上她给妹妹的劳务 但现在钱包里却没钱了 是什么人抢劫杀害了刘俊宏呢 民警在刘俊宏被害现场 发现了两枚带穴的鞋印 一枚是直条形的 属于这种旅游鞋的 另一枚是明星那种箭头型的 也是属于运动鞋类的 基本可以确定 就是两人转 并且年龄应该是青少年这一类型的 监控录像里两个身影飘忽而过 也就是刘女士受害不久 从这个路口走出了两个男子 两个行色匆匆的年轻人 他们最后去了哪里 我应该去我 就开始了 结合是几名的 在印山宾馆 在立方那边 登记开房的是两个在校高中生 凶手会是他们吗 两个人哪都是尸鲁齐存的王 追踪飘忽的身影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据受害人刘俊宏的姐姐说 刘俊宏离开茶馆的时间 大概是晚上的19点30分 而案发现场距离茶馆 也就六七分钟的路程 警方推断 刘俊宏被害的时间 应该在晚上19点40分左右 在这个时间段前后 凶手是怎么伤人 又是如何逃离的呢 犯罪行业要离开现场 第一是徒步 第二呢应该有交通局 听说这个有出租车 从这里拿了两个 申请慌张的难字 我们当时吧 基本上每天晚上 差不多就到那个时间段 然后就在现场就位 到处折磅 就是找当时可能出现在 那些附近的人 让他们回忆反应 当时有没有听到 看到什么情况 与此同时 另一路民警也开始收集 案发现场周围的视频监控 这是案发现场 往东部足100米的 一个三叉路口 这里的监控摄像头 正好对着五中路 他有没有记录下什么呢 民警调取了当时的监控 仔细查看后发现 11月6日晚上19点42分的时候 有两个年轻人 行色匆匆地从这里走过 也就是刘女士受害不久 从这个路口走出了两名男子 走出两名男子 他沿着路上了人行道 向下去了 有两个人影呢 像飘过去一样 那么这个画面 给了我们的信息是 两名年轻人 T恤 相对的有一点 这个衣服的这个颜色 比如深色系啊 或者是浅色系 走路很匆忙 视频的画面质量很差 隐约看到两个影子 一样的年轻人 挑补而过 这两个年轻人 此时在这里出现 会是巧合吗 结合之前的推断 嫌疑人也是两名年轻的男性 而在这前后半个小时的时间 并没有其他人通过 这两个人嫌疑最大 他们从这条路上下去后 去了哪里呢 前方二百米左右 南城门下也有监控摄像头 但这个摄像头里 没有再发现这两个 分别穿着浅色和深色衣服的年轻人 这两个年轻人很有可能 还没有到南城门 就从小路拐走了 这两名男子 有可能就是从这些路口 这些路口下去 是下面的一个广场 一个公园 应该是从这些路口 就当中的这些路口 下去公园了 案发现场往南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是趋境市的一个城中村 南关村 嫌疑人会不会逃到了那里呢 城中村呢 沥水比较多 经常集组的一些 就是流动人口啊 还有些嫌疚人口 城中村里流动人员和嫌疚人员多 人员结构也比较复杂 麒麟警方不久前 在这里就抓获了一些 涉嫌吸毒抢劫的团伙 南关村里 有一百多家宾馆 几十家网吧 还有很多的洗浴中心和歌厅等 公共场所 这两个年轻人如果躲进了南关村 查找难度会相当大 民警立即在南关村进行排查 同时他们调去了南关村内主要路段的视频监控 安排人员仔细查看 在进入南关村的路口 有一个监控摄像头 两个年轻人如果进入南关村 应该就会在摄像头下出现 为了更准确的锁定这两个年轻的身影 进入南关村的时间段 民警模拟了两个年轻人的行走速度 测算他们到达这里的时间 因为之前两个年轻人在五中路口摄像头下出现的时间是19点42分 民警推断 他们快步走到南关村路口的时间 应该是在19点47分左右 民警调取了这个时间段前后的视频仔细查看 果然在19点46分的时候 两个年轻人匆匆从南关村路口下穿过 两个年轻人顺着这条路往前走了 民警接着调取了这条路上的监控视频 发现他们在前面的一个路口右拐了 右拐后没走多远 就进了右侧的一个店面里 这两个人进了什么地方呢 两个年轻男子如果是进了银山宾馆 他们很有可能是在里面住宿的客人 所幸的是银山宾馆当时住宿的客人不多 服务员对每一个客人都有印象 经过对视频截图的辨认 这两个年轻人正是住在三楼的客人 他们登记的身份信息分别叫朱家恩和下山 朱家恩和下山与两个嫌疑人的年龄相似 他们是趋近下辖的宣威市一所学校的学生 警方立即赶往宣威 这次的调查能锁定嫌疑人吗 找到了这两个小子 当上安房的时候都在学校 通过老师通过同学 都展示了他们没得做案时间 调查的结果让警方有些意外 朱家恩和下山一直在学校上课 没有作案时间 那么银山宾馆登记的身份信息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他们学校生之间的嘛 这个身份证的嘛 他们没得说保护自己 这些 这些意识的嘛 然后呢只要别人 给他养保盐啊 给他的钱啊 他就所以把身份证结给别人 结给别人 然后别人就用他的身份证 上网了 开放了 原来朱家恩和下山在一个月前 把身份证借给了一个姓郑的同学 而郑同学又转借给了一个叫徐万鹏的老乡 那两个身份证就是他在使用 徐万鹏十七岁 是区境市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 得知这个消息 民警立即赶到这所学校调查 却扑了个空 徐万鹏退学了 他退学的时间 就在刘俊宏被害以后 这个徐万鹏会是嫌疑人之一吗 他的身高呢有迷路 然后提醒了偏手 偏手呢 他跟我们视频资料上 穿青色衣服 青色鞋上这个人呢 提醒了有点详谨 各种线索表明徐万鹏有很大的嫌疑 此时警方也得知 徐万鹏已经回了老家宣威市龙潭镇 民警再次赶赴宣威 在龙潭镇集市上的一个台球场 民警发现了一个 长相和徐万鹏相似的年轻人 我们当时就对他进行了谈谈 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就说他叫徐万鹏 这个人正是徐万鹏 在民警面前徐万鹏很快承认 五中路上那个单身女士被害案 就是他们做的 他就是视频监控中 穿浅色上衣的嫌疑人 徐万鹏交代 他的同伙叫彭良海 贵州人 案发后去了昆明 抓获徐万鹏的第二天 警方在昆明市一家网吧 将正在这里上网的彭良海抓获 彭良海是视频监控中 穿深色上衣的嫌疑人 彭良海对抢劫杀害刘俊宏的事实 也供认不讳 刘俊宏遇害后最受伤的莫过于她的姐姐了 姐妹两人感情一直很深 妹妹又是在她的茶馆里帮忙 下班回家遇害的 从此做姐姐的再也无心经营 便把茶馆转让了 离茶馆不远的这段路 更是她心中永远的痛 就是从初四的天开始 我就管了 我就转个房子 一走到那个地方 目前徐万鹏和彭良海 因为涉嫌抢劫罪 已经被提起了公诉 两个年轻人将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可是这两个年轻人 怎么就遇到了刘女士 并起了杀心呢 囊中羞涩 他们开始了抢劫 我直接我赶我老婆 他们抢了我 抢了我 出手必得 他们做出了疯狂的举动 冲动换来的却是沉痛的代价 就是她为了达到这个抢劫的目的 她就是自被害人于死地 追踪飘忽的身影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徐万鹏的父母在老家宣威做点小生意 徐万鹏上学时学习成绩不好 高中毕业后 父母将他送到区定市 这所职业技术学校 想让他学些技术早点就业 然而徐万鹏经常溜出学校 去找在这里打工的老乡玩 尽管父母每月给的有生活费 但因为徐万鹏经常出去上网 抽烟或者喝酒 这400块钱便不够花 徐万鹏的一个表亲 曾经有过抢劫的经历 2012年9月份 徐万鹏在表亲的怂恿下 开始学坏 第一次出手 徐万鹏就抢到了400块钱 这相当于父母每月给他的生活费 徐万鹏尝到了甜头 徐万鹏和鹏两海 是在上网时认识的 鹏两海是贵州鹤张县人 在区境的一些餐馆打工 有三四年了 每月有一千元左右的收入 听说可以抢劫挣点钱 鹏两海心动了 我当时心意动 想说这个晚上出去 今天其实今天穿得比较快钱 我说再去上班去 此后徐万鹏和鹏两海 结伙抢劫过两次 他们抢劫的地点 就是在南城门广场附近 那里离南关村近 便于他们抢劫后逃到这里的旅馆躲藏 前两次 他们抢劫了两对年轻的情侣 每次都抢到了几百块钱 2012年11月6日晚上 他们再次准备动手时 想到要带个凶器 11月6日的傍晚 徐万鹏和鹏两海去市场买了两把折叠刀 便步行到南城门广场西边的人行天桥上 寻找目标 晚上七八点钟 他们看到一个女士独自走到这条路上 这个女士就是刘俊宏 尾随了刘俊宏两三分钟后 徐万鹏和鹏两海便追上刘俊宏 将他拉到路边进行抢劫 鹏两海就是把钱拿出 如果不拿出钱 我就把你杀掉 然后那个女人就钱不拿出 令徐万鹏和鹏两海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次他们遭到了刘俊宏的强烈抵抗 慌乱中 徐万鹏和鹏两海开始用刀子捅刘俊宏 想尽快把他制服 拉扯的同时三个人滚下了路基 到了下面的五中路 而刘俊宏的反抗 更让他们觉得刘俊宏身上有钱 事已至此 他们一定要把钱抢到手 刘俊宏被刺伤后 中阴失血过多不治而亡 而徐万鹏和鹏两海拿到钱后 急匆匆赶回了南关村他们住的宾馆 他们也意识到这次后果比较严重 便将抢到的3700元钱平分 第二天各自离开了区境 徐万鹏回了老家宣威 告诉父亲不想上学了 鹏两海则去了昆明投靠老乡去了 没想到半个月后就被警方抓获 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个事 会只能恨过 今天我也认识到错 我也很会当初为什么不认识 好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 王老师 您看徐万鹏和鹏两海 他们开始就是想抢一点零花钱 但是最后遇到刘女士反抗的时候 他就用刀把人捅伤至人死亡 营养成另案了 您怎么看待最后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我们在犯罪学上叫它是一个犯罪升级 他一开始的时候像这种抢夺抢劫 甚至说入室盗窃 他一开始的可能就是寝财犯罪 但是寝财犯罪 这中间遇到特殊情况 比如说被害人突然的喊了 或者有一些什么突然的意外的情况发生 他就一下心情就变了 控制不住了 这个时候就容易引起 他可能就故意的伤害或者杀人 这两个年轻人抢劫的时候 一个17岁 一个已经满了18岁了 根据我国的刑法 他们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处罚 首先我们要知道 抢劫跟抢夺不一样 抢劫是个重罪 他是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了 那么他是重罪 如果你在抢劫的时候 致人重伤和死亡 首先这一下起刑就是十年 然后是无期徒刑 甚至可以判到死刑 这两个年轻人就说 当时看到刘女士 她是夜间 一个女人在自己的独自行走 而且身上背了两三个包 就认为很有钱 于是就选择她为作案目标 这个案子是不是也给我们提了一些刑 这个案子在我们说要对抢劫犯 进行严厉打击的同时 最大的起敌 就是我们要注重自我防范意识 和技能的宣传和普及 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情景预防 显弱漏腹 这个女孩子首先是显弱了 是吧 她是一个女性单独走路 又是夜间 那么这一定是显了弱 第二个是漏腹 带着一些大包小包 如果说她再有点什么手势 那么这个时候犯罪分子就会突起 寝财之心 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生命第一和财产 第二的安全教育 每个孩子都要知道 从小就要教育 比如说我们有个小哥姚 叫自行车 新书包 漂漂亮亮刚买到 坏蛋抢去不应拼 生命第一要及了 我们又没有能力反抗 那么我们也不要去无谓的反抗 2013年8月12日 云南省区境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了一审判决 判决认为 彭良海徐万鹏的行为 已经构成抢劫罪 他们在共同抢劫被害人 刘俊宏的时候 为制服刘俊宏反抗 达到截取财物的目的 实施刺杀殴打行为 致刘俊宏当场死亡 情节恶劣 后果严重 法院一审判处彭良海死刑 徐万鹏 因为作案是未满18岁 被判处无期徒刑 彭良海不服 提起了上诉 徐万鹏的父母 每个月都会给他一定的生活费 彭良海在餐馆打工 每个月也有一定的收入 但是他们都不满足 都想来钱更快 于是想出了抢劫的方法 没想到遇到反抗 瞬间失去了理智 最终害了他人 也毁了自己 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从一开始 他们就能守住法律的底线 不堪持小力 也许这个悲喜就不会发生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感谢王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中和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